2月14號去學校的幾乎 很多人很精湛的 開電到發布的幾乎 有沒有巧克力? 大家好 我是孟才少爺 好 請多多指教哦 大家好 請多指教 嗨 今天的主題是 親人節 耶 親人節快樂 也有巧克力 我們也知道 台灣的親人節 跟日本的親人節差很多 對不對 是啊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親人節是非常重要的節力 男生一定很期待期待的 這個例子吧 你也拿到的經驗過嗎? 有啊 當然有啊 真的假的 假的 這樣太沒禮貌了吧 真的有嗎 真的有 咦? 真的嗎? 真的 有可能有些台灣人不知道 日本的親人節是什麼樣的節力 這個很重要 是 沒錯 所以今天聊這個事情 給我巧克力 給我巧克力 這個是日本親人節最重要的部分 對不對 是 沒錯 現在應該不一定 但以前的話 比較多男生跟女生告白 是是是 但是呢 親人節的時候 可以女生跟男生告白 這個是最基本的規則 學規則有點奇怪 但這樣感覺吧 嗯嗯嗯 雖然那時候男生很期待 欸有些女生可以給我巧克力嗎 給我巧克力 就是喜歡我的意思 對 沒錯 尤其是 巧克力 啊 對對對對 對 基本叫做 紅莓 這個很重要 巧克力有兩個種類 一個是 紅莓巧克力 這個是喜歡我的意思 最重要的巧克力 巧克力 是比較多 另外一個是 吉利巧克力 其實這個吉利巧克很麻煩 有時候有些女生給我巧克力 那時候有個粉 咦 這是紅莓 還是吉利嗎 紅莓吧 哦 我也拿了 啊 同樣的 那吉利巧克呢 啊啊啊啊 有些女生真的看不清楚 紅莓還是吉利巧克 裡面有信的話 更好吧 啊對對對 我有聽過 吉利巧克跟紅莓的差別是這個 有沒有信 對啊 我拿到的巧克力 裡面信 哦 這邊是吉利巧克 哈哈哈哈 我用到的巧克力 應該很適合吧 看著新的巧克力 哇有信 對對對 絕對是紅莓吧 吉利巧克 其實我有點特別 我五条先生的巧克力 是水素学部 啊啊啊啊啊 有很多女生的 下游 訓練者的巧克力 應該我每次拿到 十字的巧克力 哦好厲害 但全部都是吉利巧克 啊啊啊 可是很好嘛 對 很開心 可以免費拿到 免費 可以拿到免費的 用原信免費唷 太小氣 太小氣 是嗎 但這個不是免費吧 懷疑的時候要給 啊啊 所以沒有免費的 嗯 差不多剛剛跟我說的 欸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嗎 我當然是沒有那麼受歡迎的人 但是從小時候一直拿到很多巧克力 所以呢 比較沒有 哇給我巧克力 吉利巧克也可以 所以這種的狀況有點可怕的事情 是的 我的下團水素学部有很多可愛的女生 哇 對啊 很可愛的女生加入那個下團吧 水素学部 沒錯 所以很多可愛的女生給我巧克力 啊 危險哦 對 嗯 你知道吧 知道當然知道 別的男生看到我的這個狀況 是以後 很生氣 很可怕 籃球、板球、足球、體育、下團的人性 叫我一個鬼人 混混的人 對對對 還有高中生的時候 我真的很醜 真的 現在也是有嗎 欸 欸 你忘了嗎 現在還好吧 很醜的 才無人的感覺 可以拿到很多可愛的女生的巧克力 嗯 這個真的很危險的事情 是嗎 2月14號 去學校的時候 很多人很精湛的 開鐵打包子的時候 又沒有巧克力 Helolibian的夢想 你有這種的體驗嗎 欸 沒有 哈哈 這個呢 很多日本人的一個夢想 是 沒錯 有 真的體驗過的人嗎 很受歡迎的人的話 喔 喔 很多的可惡 有些台湾人也有看過 一個漫畫裡面 不受歡迎的男生 不受歡迎的男生 哇 今年沒那麼多 哇 那麼多啊 很羨慕 有嗎? 他真的有看過這個 怎麼回去比較好呢 那麼多啊 給你一個 可惜我也是那樣的 我也在旁邊看 日本跟台灣最不一樣的事情是 2月14號是台灣寒假 幾乎多歲呢 跟過年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所以 只有看過日本的漫畫裡面 還有聯繫劇裡面 只有看過這樣的情況 我有聽過 對台灣人來情人節 情侶的話 那一起約會吧 只有這樣而已 沒有那麼很大的 給我巧克力 我要給喜歡的男生巧克力 沒有這種很大的活動 沒有活動的絕對吧 還有今年的話 初生嗎? 初生的話 應該完全沒有情人節這種感覺吧 是呀 對呀 我覺得情人節是很棒的活動 長大之後還好 嗯 那長大之後 你的小孩是女兒 以後 你的女兒可以給你巧克力嗎 現在不一定喔 現在的話 好了 男生跟女生 還是女兒可以給你吧 不一定喔 不一定嗎 這個不是一個爸爸的夢想 不是嗎 其實我結婚的話 2月14號 給老婆 巧克力 真的喔 嗯 這個有點可憐的事情 嗯 還OK 我喜歡看她們開心的樣子 好 覺得很好 謝謝你 那真心話呢 哈哈哈哈 還有其他的經驗嗎 我有聽過 有些女生 那個時候 跟朋友想一下 要不要給男生巧克力 沒有那麼非常喜歡的男生 但一點的有在意的 跟朋友每天聊一下 要不要給他巧克力 欸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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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想男生的心情 本來沒有那麼非常喜歡 但八年代的時候 已經非常喜歡他 喔 而且這樣的情況也有 那天啊 不給那個男生 可是看到 其他的女生給他 然後突然 欸 進了 我喜歡他耶 那個時候才發現 可是來不及 已經 他們在一起了 我看過 你的漫畫 漫畫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起來 喔 有嗎 我經驗過 真的 對 因為 我的老婆是 第一次交往的人 喔 對 喔 所以國中的時候 學妹有的 那時候 老婆給我巧克力 喔 信也有 很幸福的時間喔 這個信我還沒交往嗎 欸 已經交往過 交往之後 那好沒做過 是 哇 大家很羨慕耶 這個信 現在也有 喔 喔 有嗎 今天 沒有 不要這個愛心 沒有什麼意義啊 有嗎 有嗎 沒有意義啊 不要這樣耶 還是很羨慕耶 長大之後 女朋友給我紅美的巧克力 你開心是開心 但其實沒有那麼 很緊張的感覺 嗯 但學生的時候 我還是會緊張吧 大家是紅美耶 這樣 喔 國中的時候也有 這個是那個沒有腳碗的人 真的嗎 對 給我巧克力 然後她跟我說 幫我送給其他人的心 所以對日本人來說 情人節是一個很重要的指令 所以台灣的觀眾朋友 給我巧克力 嗨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多多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還有我們有聯繫的粉絲 Instagram也有喔 請多多支持喔 拜託拜託 對啊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再見